各位法师 各位菩萨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今天是我们这个月法谷讲堂的第四堂课 也是最后一堂课 今天我们会把《世禅波罗密次第法门》这本书 为大家做一个总结 在前面的三堂课里面 我们已经介绍了天台的直观法门 让大家对天台中还有天台直观法门的由来 天台直观法门的分类层次 有一点基本的了解 我们也介绍了《世禅波罗密次第法门》这本书里面 所介绍的禅法次第 禅法的分类 上一堂课我们为大家介绍了禅修的25个外方便 前方便 我们说这25个外方便 其实在我们禅修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前行功课 也是我们禅修之所以能够让我们身心安定 一些很重要的辅助的方法 所以如果对25方便不是很熟悉的菩萨 可以再回去听之前的课程 那我们今天会继续进入内方便的部分 我们上一堂课呢 在内方便的部分已经讲了第一个 第一个分类 明指门的部分 那今天我们会从第二项 明艳善恶根性开始往下讲 那在明艳善恶根性的部分呢 分成明艳善根性还有明艳恶根性 那为什么在禅修的时候要分别清楚 所谓的善根性跟恶根性 在书里面有讲到说 当我们开始修行的时候 我们的心渐渐安定下来了 那我们就会开发一些所谓的素式善根 那如果没有开发素式善根的话 可能出现的是什么呢 可能出现的就是恶法 所以书里面有讲到说 当我们心渐渐安定下来 我们可能就会体验到一些境界 不是善的境界 就有可能是恶的境界 那大家可能会说 不是善就是恶嘛 那有时候我们在禅修的时候 好像有一种状态叫做无忌 无忌 没有的那个无 然后忌是记忆的忌 那有人就会说 无忌它属于善还是属于恶 那通常呢 如果在无忌的状态 它会让我们的心没有办法 在禅修的方法上继续深入 所以如果严格的来讲 它的分类应该也是属于恶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再往下看 书里面有讲到说 我们应该要知道 怎么样分别所谓的善恶根性 还有善恶的相 这样子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才不会走错路 那在明善根性的这个部分呢 就分成了四个段落 包括善法章门 还有善根发相 然后在接下来呢 还有所谓的厌知虚实 料检发禅不定 我们一项一项的来看 那在列善法章门 还有明善根发相的这两个段落呢 它又分成外善和内善的部分来介绍 我们先看所谓的外善 那外善呢 在书里面分成了五个项目 包括大家很熟悉有听过的 所谓的布施慈戒 孝顺父母 尽兴三宝 读诵所学 那这些橘色字的部分是 外善的善法章门 那善法章门的意思就是 把这些善法把它裸列出来 一一地列出来 然后橘色字的右边 这个黑色字的部分 就是善根发的现象 那善根发的现象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们修行 心渐渐地安定下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 我们的心可能就会跟这些的善法相应 然后让我们在下座之后 我们在实行这些善法的时候 包括布施啊 持戒啊等等的 是更深入我们内心 所谓的由内而外显现出来的 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 而不是好像因为我今天 被告知说 我要修行 那我就应该好好的来修布施行 应该好好的来持戒 可是是有一点勉强的 如果我们还没有所谓的 善根发的时候 可能这一些修行的行为 对我们来讲会比较勉强 好像是别人告诉我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 应该要这样子做 那当然如果我们修行到 比较安定的层次 那我们所谓的善根发起之后 这一些行为对我们来说 会是比较自然而然 我们自己就觉得说 本来修行人就应该要有这些行为 所以这个是这些行为在 有没有跟善根发相应的差别 善根发之前跟善根发之后 我们实行这些善法的时候 它的深度和广度会是不太一样的 那就布施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书里面的说明 当我们心安定下来之后 我们的心自然就会舍离千摊的心 我们就会乐于布施 而且无所吝惜 不会觉得布施了 我的东西就少了 舍不得等等的 那往下 所谓的持戒 孝顺父母 姓敬三宝 都是类似的现象 当我们心安定下来之后 持戒 对我们来说 就是自然而然的 而且我们会知道 哪些戒是轻的 哪些戒是重的 而且轻重都可以持得很好 然后就可以开发 我们忍入谦卑的心 因为如果说我们要持戒的话 就是有些事情不能做 那些事情不能做 不能够随顺我们的习性 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譬如说妄语 看到一些人做了我们不喜欢的事 想要破口大骂 可是因为要持戒 不能够恶口 不能妄语 那就可以练习我们的忍入型 所以持戒它跟忍入是有关系的 那再往下就是以此类推 那所谓的读诵所学呢 善根发的现象呢 就是说 当我们心比较安定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读诵所学的善根发了 那接下来我们在听闻佛法 或是我们自己在读诵经典 讲听经文法的时候 就会发现那些经典的内容 佛法的内容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懂 很容易就可以入心 所以这边讲说 随所听闻及时开悟 那我们圣言师傅在介绍 他的自传的自传生平的时候 也有提到说 师傅小的时候 因为营养不良啊 发育比较慢 所以师傅就一直说 他觉得他小时候很笨 什么东西 什么事情都记不起来 然后刚刚到郎山出家的时候 连早晚课都花了很长的时间 背不起来 然后那个时候 师傅的施工 在郎山的施工 就跟他说 叫他要拜观音菩萨 那师傅就很认真的 每天都拜观音 很多菩萨应该有听过这个故事 那师傅就每天认真的拜着 拜着 那突然有一天 在拜佛的过程 突然就觉得身心舒畅 通体舒畅 头脑好像有什么东西打通了 头脑就变得非常的清楚 那从此以后呢 一个是师傅的早晚课颂 很快就背起来了 厚厚的一本残门日诵 很快就背起来了 而且之后在听到佛法 佛经的时候 很容易就能够了解 那个佛经的内容 是想要传达什么 所以师傅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体验到佛法的利益 其实就跟这个读诵所学的 善根开发 它是有关系的 那书里面有提到一个问题说 为什么这五种善根叫做外善 我们刚刚说 我们先讲外善 这五种为什么是归类在外 而不是内 因为我们有提到说 我们要做布施啊 持戒这种种的行为 通常是没有办法在 我们的身心 是在禅修的状况下进行 除非我们的禅修 已经到一个非常厉害的程度 可以像佛陀那样子 随时随地 不管佛陀在做什么事情 都是在定中 那通常 以我们一般人的状况 不是这么容易 我们通常是 打坐的时候 可能身心可以安定下来 那在平常 可能打坐 带给我们的力量 可以让我们平常的身心状况 比较安定一点 可是跟在禅修的状况比起来 还是所谓的散心的状况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五种善法 原则上都是在 我们平常散心的状况下 休息的 因为它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的休息呢 它没有办法 让我们的心 真的跟比较深刻的 禅的境界相应 所以没有办法处理欲界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天善法 修这些善法 当然对我们 积功累得 是很有帮助的 对我们消除业障 等等的 我们累积 足够的善根福德 因缘的资量 是很重要的 那可是呢 它们是属于外善 所谓的人天善法 就是这个原因 那所以呢 当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 如果出现了 这些现象 就是我们的 布施的心 持戒的心等等的 自然而然 生起来 然后我们自然而然 想要去实践的话 是什么原因呢 书里面有讲到 这大多是 当我们在过去生 或者是今生 已经有修行过 相关的这一些善法 相关的这些功德 所以当我们的心 比较安定的时候 就能够更深入地 跟这些善法相应 所以通常都是 我们在这辈子 或者是在过去世 已经有修行过了 所以我们已经大概 心里面有这个种子 而且我们已经知道 大概知道 这样子的善法的修行 是怎么样的来实践 可是呢 可能还没有内化 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 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那当我们修行到 身心比较安定的时候 我们过去所了解的 种种的善法的修行 它会更能够 跟我们的内心 直接地相应 所谓的内化 好 这个是外善的部分 那我们再来看内善 内善的部分呢 这边列出五门禅 作为代表 五种的善法 在世禅菠萝蜜里面 是归类为内善 这五种呢 就是席门 不敬观 慈心观 因缘观 念佛观 好 那大家如果 对禅修的方法 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 就知道这五门禅 其实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 耳熟能详的五庭心观 五庭心观 在书里面 就把它列为 内善的五个项目 那席门呢 是归类在 世间凡夫禅 不敬观 是出世间禅 慈心观呢 是凡圣统修的法门 因缘观 是必知佛人 所修行的 念佛观 这边讲说 是诸菩萨所行 那这边的念佛观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跟我们现在 大家比较熟悉的 持民念佛的法门 是不太一样的 早期的方法 传进来的时候 传到 汉传佛教里面的时候 一开始的念佛观 比较都是 念佛的功德 我们要去观想 佛的功德 佛的 种种的 像好 庄严等等的 跟现在持民念佛 是不太一样的 那 为什么 以这五门为代表呢 书里面有讲到说 如果讲到内善的话呢 应该 可以有八万四千法门 应该有说不完的方法 那为什么 只讲这五种 书里面就有讲到 虽然只说这五种 可是它代表了 一切的方法 就是如果我们 稍微把所有的 禅修方法 归类一下的话 其实都不出 这五种禅法 不出五庭新冠的范围 那列出了五种禅法之后呢 当我们修行比较得力 方法用得比较好的时候 可能禅根就会开发 那内善的禅根发象呢 书中有把它列出来 每一个禅法下面 都分成三个禅根发的现象 所以总共有十五个 内善禅根发的现象 那这些内善禅根发的现象呢 在书里面讲得非常的详细 而且蛮精彩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回到书里面 去对照参考一下 尤其跟我们的修行 很有直接关系的 熟悉随随关系 这些方法 然后或者是 我们也都很鼓励 大家可以修磁心观嘛 所以这边 磁心观的善根发象 当我们这个方法 真的有用对 用上 用得好的时候 会体验到什么样的 禅修的现象 禅修的状况 大家就可以去核对一下 那 因缘观的部分 其实对我们的修行 也是很有帮助的 那我们所要了解的 就是所谓的善根发象呢 就是当我们在用 这些禅修的方法 用得很好 用得很上手的时候 我们出现了 对的禅修的体验的境界 那这个我们就把它 列在善根发的范围 那我们说书里面 讲得很细嘛 虽然没有办法 带大家每个段路 都仔细地看 我们这边稍微有 列出来一些 这几个禅修的方法 当所谓善根发的时候 有一些共同的现象 共同现象是什么呢 我在这边有用颜色表起来 我们用席门的方法的时候 用呼吸的方法 这边可以看到说 我们可以发什么禅 欲戒味道地等诸禅 那再往下看 不静观也有讲到 欲戒味道地 那慈心观 音乐观念佛观也有 那为什么要把它列出来呢 这跟我们的 现在的修行方法 其实更有直接的关系 在前面几堂课 有跟大家提到说 现在我们用的禅法 比较是禅宗的方法 那当然我们圣言师傅 有融合了一些 早期的次帝禅的方法 让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次帝可以更清楚 那可是我们也知道 圣言师傅也常常跟我们说 我们汉传禅法的修行 不强调要入圣定 可是呢 基本的安定的功夫是需要的 那这基本的安定的功夫 到底是什么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模糊 那不过其实圣言师傅在 师傅把我们整理出来的次帝里面 其实有很清楚地讲说 我们的修行就是要从所谓的 禅乱心 慢慢地修到 让我们的心能够集中 能够统一 最后是无心 那这边讲到的 欲界跟味道地定 就相当于师傅讲的 禅修的哪一个层次呢 比较接近于统一心的层次 那师傅也有讲到说 其实师傅所讲的统一心 它也有深险的不同 大家如果 对于师傅所讲的禅法 稍微有点了解的话 应该有听过说 其实统一心它也可以分成所谓的 身心统一 内外统一 念念统一 那这个又有深险的不同 那所以师傅的 对我们禅法 身心安定的分类 跟传统的次帝禅 有一点不一样 可是呢 也不脱离 我们传统的次帝禅的修行的范围 只是帮我们把这个 分类分得更简洁 层次更简洁 我们更容易理解 那大家如果有参加过 我们的禅期 有听过师傅的开示 我们圣言师傅 在很多禅期里面的开示 其实都有提到 这个这边列出来的 所谓的欲界定 味道地定 师傅有说 通常我们的修行 禅宗的修行 大概心到欲界定 味道地定的 安定的状态的时候 再继续往上 用所谓的话头的方法 或是用智慧的观照法门 就有可能可以跟智慧相应 那大家看一下这边书里面的文字 一个是席门的部分 席门当然就是 我们如果用呼吸的方法 前面有讲说 呼吸的方法 能够让我们的心 比较容易安定下来 所以如果呼吸的方法 一直深入地用 所谓的安班法门的话 到了欲界跟味道地定之后 再继续地深入 就会进入四禅八定的阶段 这个是席门 席门的部分在 欲界味道地定 所以等于用呼吸的方法 到欲界跟味道地定 它是开发后续 更深入地禅修的 一个必经的阶段 那如果是 我们看不静观 后面等等的 不静观的部分怎么讲呢 如果我们 用这个方法用得很好 我们的心已经到了 欲界定 或者是味道地定的状态 再继续用这个方法 就能够怎么样 破一切灼心 所以大家这边 有没有连接起来 就表示说 我们的心在这样子的安定状态 还没有进入到四禅八定 所谓的初禅以上的境界的时候 我们在欲界定 跟味道地定的时候 再用这些观法 它其实就能够让我们破执着 就能够跟智慧相应 也就是我们禅宗所说的践性 那当然这个践性 它有深浅的不同 这个破一切灼心的 这个一切可能还没有到 佛陀的程度的破一切灼心 可是师傅有提到 像这样子的修行的体验 已经能够让我们 对佛法的修行 对佛法的知见 还有佛法的体验 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信心 而且我们不需要进入 很深的禅定 所以以我们现代人的修行来讲 这样子的方法 是更容易上手的 因为如果我们要修 所谓四禅八定的话 它需要花非常长的时间 而且需要非常多 内外条件的搭配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有讲到 比如说你必须要在深山里面 住很长的一段时间 不能够跟外界接触 等等的 需要很多的因缘的配合 那以我们现代的人的修行方式 其实不是这么容易 可是回到经典里面 我们也有看到 经典里面讲的 的确跟师傅教我们的层次 是可以相显接的 所以这个部分 特别帮大家提出来说 内善的部分 当我们的修行体验 可以到 心可以到 大概所谓的预界定 未到底定的 安定的程度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修行就有机会 可以有很大的进步 那可是呢 大家也不用一直去想说 那我现在的修行 到底是到哪一个定 有预界定了吗 有未到底定了吗 还是更厉害的定 到四禅八定去了 也不用一直去做 这样子的分析 其实师傅有跟我们说 我们真正在修行的时候 当下把当下的方法用好 没有必要去分析 我现在到哪个层次 因为一分析 反而我们的心就离开方法了 那不过这边也要稍微提一下的 师傅在有一些禅修的教学里面 比如说大家如果去翻 师傅教墨造禅那本书 圣言法师教墨造禅 里面师傅甚至有提到说 当我们在修墨造禅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到 预界定跟未到底定的状态 那这个呢 又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去翻一下 师傅在教墨造禅那本书里面 是怎么讲的 可是虽然我们的心 在用墨造方法的时候 可能不一定需要到这些层次 可是不代表我们的心 基本的安定是不需要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心还是需要有基本的安定 我们墨造的方法 才能够用得好 那可是呢 我们知道墨造的方法 因为他很强调 墨跟造两个方法要同时 那师傅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的心已经到 预界定跟未到底定的时候 墨的部分会比较多 这个时候呢 以一般人的状况 要再提起造 可能会比较不容易 就会偏向 一直比较偏向往墨的方向去 两边的天平 这个墨跟造的天平 比较不容易抓到那个平衡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说 真正在禅法的实际的实践上是 有非常非常多千变万化的 不同的层次跟体验 那每个人来修行的时候 可能大家同样的都是用呼吸的方法 同样都是用墨造的方法 可是每个人他能够体验到的 层次的深浅 或是他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会遇到的境界 他能够突破到什么层次 等等的都是千叉万别 所以我们后面会再讲到 当我们碰到一些禅修的现象的时候 怎么样来分别 我们大概是在什么状态 如果碰到一些问题 可以怎么样来处理 所以书中就提醒我们 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就算是发起了一些善根 这些善根呢 有可能是真的 也有可能是假的 也有假的 所以我们要能够分别清楚 才不会这边讲谬生曲折 就是正确的 我们把它当成错的 错的把它当成正确的 那这样子在我们接下来的修行 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所以要怎么办呢 说善根有真的跟假的 所以接下来书里面就教我们 怎么样来厌知虚实 我们来检验一下 我们所体验到的这些境界 所谓的善的境界 或是所谓的不善的境界 它是真的吗 还是它不是真的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在修行的过程中来面对 我们碰到的这种种的境界 厌知虚实呢 先讲正明厌虚实 那正明厌虚实的部分 又分成像厌知和法厌知 那所谓的像厌知呢 就是我们修行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一些现象 我们会有一些体验 体验的现象 那我们直接就我们体验到的现象 本身来判断 这个是正确的 正确的现象 或者是不是正确的现象 那下面的法厌知呢 就是用一些方法 来帮我们做判断 那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 在像厌知的部分 又分成邪跟正嘛 那这个邪 其实不一定是 大家想象的那种邪恶 很糟糕 不一定是 这个邪其实就是 不正确的意思 跟正是相对的 它是不正确的一些 禅修的境界 那这些不正确的 禅修的境界 又有列出来 譬如说这些 触体 增减 定乱 空有 明暗 忧喜 苦乐 等等的 那大家可能在这个邪 跟正的部分对照一下 会看到说 里面有些字 好像是一样的 对不对 譬如说我们在这个 正的境界里面 也有看到乐 也有看到定 也有看到散 有看到空 有看到智 那这个在邪也有看到 那为什么 有的是邪 有的是正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在这个邪的部分 我们都是两个字一对 对不对 定 乱 空 有 那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在 体验到这些境界的时候 都是比较极端的状况 它不是一个中道的 真正正确的 禅修的境界 所以那个定呢 可能又定过头了 我们刚刚说 执着在那个定的境界里面 或是那个定 把我们的心给绑住了 我们没有办法再进一步 那当然乱的部分就已经 不是在定的境界了 那在这个不正确里面 讲到 也有讲到乐 也有讲到喜等等的 那跟正确的乐跟喜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刚刚说 程度的差别 在不正确的境界里面 虽然可能在修行中 你体验到乐 体验到喜 可是呢 过头了 所谓的过头呢 就是乐过头 开心过头 那这样子我们的心 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情绪 这个乐跟喜变成了情绪 所以它会让我们的心变成掉局 掉局 前面有提到 就是心反而因为这些境界 而开始变得散乱 没有办法持续地安定在我们的方法上 那这个是正确跟不正确的境界 有这样子的差别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子的分别呢 书里面有讲到 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当我们如果体验到了一些不正确的境界 这边讲20种邪 如果呢 体验到这些不正确的境界 我们没有把它判断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 除了我们的心跟不正确的境界相应 接下来还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 鬼神可能就出现了 诶 鬼神抓到机会咯 诶 这个修行人 他的心执着在某个状态里面 表示他很喜欢这个境界 所以鬼神呢 就趁机 他就让你对这个境界的体验 能够更多一点 然后你就感觉到说 哦 好棒哦 我现在的这个境界应该没错了 然后继续往这边去 鬼神随念便入 诶 鬼神就逮到机会了 那鬼神逮到机会会做什么事情呢 大家说 我们都知道鬼神是不好的啊 所以如果观察到鬼神出现 我们当然就是立刻把方法调整回来啊 诶 不一定哦 我们再往下看 为什么不一定呢 因为鬼神也很厉害 知道我们的人性是什么状况 鬼知道什么样的人性呢 他会加起势力 是什么意思 这叫做先以预告前 鬼神也知道说 我们喜欢这样子的境界 我们希望我们的修行状态可以更好 所以鬼就让这个修行人 他看起来修行的状态更进步了 所以他的定境看起来是更深入了 可是这个定不是正定 而是协定 甚至呢 大家应该都有听说过 有人碰到鬼神 跟他的所谓的附身的时候 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的时候 一般时候他没办法做的事情 对不对 所谓的特异功能嘛 所以当鬼神跟我们的境界合一 或者是鬼神想要利用这个人的时候 他可能会让这个人看起来更有智慧 而且呢 辩才无碍 口才非常的好 滔滔不绝 讲出来的话 大家都觉得 哇好厉害哦 那真的讲得非常的有道理 甚至呢 可以知道 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能够知道 未来的吉凶祸福等等的 铁口直断 或者是 他能够显现出一些 类似特异功能 类似神通的状况 可是这不是正确的神通 而是鬼神加给他的视力 那在这种状态里面呢 因为这个人会做一些 平常人做不出来的事情嘛 所谓的 很像神通的状况啊 或者是他可以预知祸福等等的 所以他可以怎么样 感动众生 我们一般的人也分不出来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修行 只是 如果不是真的有学佛 没有建立正确的知见的话 可能看到这一个人 他好厉害哦 会做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可以帮我治病 可以告诉我 未来两个星期 我会碰到什么不好的事情 要怎么样避免 我就觉得 哇这个人真是太厉害了 我要任他当老师 所以他可以感动众生 他可以有非常多的弟子 来追随他 所以他就有一大票的眷属 我们说法门眷属 所以他就可以广行邪化 那这个呢 广行邪化 他可能做的真的是不好的事情 这边讲的 大作恶 破人善根 他可能就开始做一些 伤天害理的事情 所谓的骗财啊 骗色啊 等等的 我们现在有一些 新兴的宗教 其实他们在 可能就会做一些 类似的事情 对不对 那他们是不是没有修行 不一定 很多人就是经历 类似像这样子的状况 那鬼神能够让他们 得到一些他们想要的 名啊 利啊 等等的 所以他们就 跟着鬼神的指使 继续往下去了 所以呢 他可能做的是 伤天害理的事情 可是有时候不一定 他可能做的事情 看起来像是好事 他可能也会 比如说 跟大家 劝募一些金钱 然后这些劝募来的金钱 大家的确也拿去做善事 可是呢 看起来像是做善事 可是他的心 是跟鬼神行 是相应的 所以这边讲说 所心未杂 虽然做的 看起来像是好事 可是心 不是跟我们正确的 佛法的 解脱道 菩萨道是相应的 那如果呢 我们真正进入 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怎么办 书里面有讲到 当我们真的 沉沦 在这个状态里面的时候 真的就是叫做沉沦 为什么沉沦呢 因为鬼神 能够带给我们很多 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能够满足 我们种种的欲求 贪心 称心 等等的 都能够满足 我不喜欢那个人 我就用一些鬼神的势力 就让他消失在我的面前 那我很喜欢这个人 我就用鬼神的势力 让我可以得到这个人 所以呢 因为鬼神 可以满足我们这些需求 所以 这个修行人 就会身心执着 不可回转 那做出来的 当然就是很多 不好的事情 不正确的事情 或是就算是正确的事情 可是 发心是不正确的 所以这个人 他虽然一开始修行的时候 是希望修行佛法 希望修行解脱道 菩萨道 可是呢 反而离解脱道 菩萨道 越来越远 远离圣法 所以身坏命中 就会堕在三恶道里面 看到这边 大家有没有觉得 很需要好好的警惕啊 大家看到这个结果 当然就觉得需要警惕嘛 可是当我们生在其中 我们享受到的是 好处的时候 就会忘记 现在这个好处 带来的是未来的恶果 所以我们说修行的时候 保持一颗纯正的心 是非常重要的 那大家会不会觉得 感觉很恐怖啊 好像修行 就会碰到这些魔 魔鬼就会跑来找你了 师父说 其实也没那么容易 我们修行 要真的碰到魔来找我们 是修行修到 非常得力的时候 所以如果我们修行 功夫没有到一定的程度 也碰不到这些魔 所以我们一般人 其实不用太担心 可是一定要建立 这个正确的直见 那师父在书里面 也有跟我们讲到 我们修行的时候 会碰到的一些 正确的 或者不正确的状况 师父这边有提到说 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些幻觉 那浅的幻觉 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呢 通常这样会产生幻觉 也都是我们的身心 已经有一定 基本程度的收射 跟安定的时候 其实才会 启发这些幻觉 这些幻觉才会出现 所以师父这边有讲到 我们的心念 将要收射为 一念的时候 可是呢 体力心力已经疲乏了 所以这个时候 没有进入昏尘 可是却出现了一些幻觉 那这些幻觉 有可能是 幻听幻事幻朽幻处 等等的 不一定 那有的时候呢 是好的境界 有时候是让人害怕的境界 那如果呢 我们把这个幻觉 当作是真实的现象 我们的心执着在上面 起了喜欢 讨厌的心 那他就变成 所谓的魔障 所以这个魔是什么 魔不一定是 像大家想象的 好像觉得魔都是那种 恐怖片 鬼片里面 会看到那种 张牙 无抓的魔鬼 其实不一定 有时候其实是 很一般的境界 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 会碰到的境界 可是它是假的 可是它会让我们的心 起黏着 起执着 那这些也都属于魔 也都是在魔的范围 所以师父有提醒我们说 当我们碰到这些现象的时候 如果它让我们起了恐惧的心 或者是期待的心 我们的心就没有办法 持续在修行的方法上 甚至有可能 没办法继续打坐了 那这个只是浅的幻觉 还有深的幻觉 师父说 如果是比较深的幻觉 也就是呢 当我们的心 更安定的时候 更有修行的 对不对 我们刚刚说到的 说到的嘛 所谓的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对不对 还有修行越深入 可能就越会碰到一些 特别的境界 需要我们来做正确的分辨 那当修行更深入的时候 心念将要统一 身体的状况 也渐入加进 这个时候 我们神经的感觉 会特别灵敏 所以呢 我们可能就会出现一些 刚刚前面讲的 类似特异功能的状况 譬如说有些人修行到 身心非常安定的时候 他可以听到 很远的人说话 譬如说 他在道场修行 他听到他家里面的人 跟他说话 那他 在打坐的时候 听到这个 家人说的话 他想说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结果下座之后呢 打电话回家 一问 家人刚刚真的有讲那些话 哇 这下不得了 他就觉得说 那我的修行 应该有一些程度了 所以开发了这种 类似神通的能力 师父这边有讲到 出现这些现象的人 在第三行讲说什么呢 可能误以为 自己已经得到神通 或者是已经证得了圣果 这个时候 可能就会出现两种状况 一种呢 觉得自己已经 跟佛一样了 所以不用再继续修行了 那他其实 才体验到很粗浅的 刚刚开始 身心比较安定的时候 所开发到的一些 精神比较灵敏的 神经系统 比较灵敏的状况 他就不继续修行了 那他当然就 没有办法继续进步 对不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状况 他就不继续修行了 那第二个状况呢 真的惹来 行外的魔鬼 刚刚前面讲的 鬼神趁虚而入 为什么趁虚而入 因为鬼神知道 这个人贪恋 这样子的境界 所以就给他 更多这样子的境界 那我们就被鬼神带走了 这个跟我们 在平常生活中 碰到的 什么状况很类似 诈骗集团 对不对 我们说诈骗集团 当然有时候 他们的功夫很高明 可是通常 我们一般人 会上诈骗集团的 当是为什么 因为通常诈骗的人 他们会给我们 一些利益的诱惑 我们如果想要 那些利益的诱惑 跟他利益交换 然后呢 先给了他一些利益 之后才发现 我们希望交换 回来的利益 是假的 就被骗了 这个就很类似 这样子的状况 对不对 先以预购前 鬼神可能会提供 给我们一些 我们很期待的境界 那如果我们喜欢 贪恋那个境界 那就上当了 所以师父这边 最后一句话 非常的重要 不论真假 均应该不为所动 继续修行 最为妥当 所以碰到这种种的状况 其实也不用担心 不用害怕 其实怎么应对呢 很简单 对不对 继续好好的修行 不管他 这个状态 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些都不是 究竟的状态 对不对 就算我们开发出来了 多厉害的神通 多厉害的特异功能 可是呢 我们的心没有解脱 那这些特异功能 它也只是一个现象而已 也只是一个虚幻 唤起幻灭的现象 所以修行的心态正确 是非常重要的 那刚刚在书里面有讲到 有一些是正确的 禅修的境界 对不对 那通常正确禅修的境界 会有哪些特质呢 这边的红字表出来的 所谓的安隐 清静 调和 忠视 所以 我们刚刚这个表格看到了 正确的境界 这些处乐 定善 等等的 它必须符合 刚刚那些原则 我们体验到的是安稳的状态 是清静的状态 是调和的状态 那这些才是正确的 禅修境界 那大家一定会有问题 对不对 我禅修也不是真的 非常的有经验 那如果我真的碰到 类似的状态 我要怎么样来分辨 它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境界 书里面就有讲 有时候呢 有一些不正确的禅境 跟正确的禅境 它的相貌非常的类似 我们没有办法 光是就那个禅境的状态 就分辨清楚 是不是正确的 那这个时候 要怎么样来验证呢 就是我们表格里面 所讲到的 下一项 所谓的法验之 用三法来验明 就是用一些方法来判断 我们所碰到的这些境界 是不是正确的 这三个方法呢 是定心研磨 本法修制 还有智慧破析 定心研磨是什么呢 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任何一个境界 这边是以洞处作为代表 可是其实包含所有的境界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不管碰到的是什么状态 刚刚那说的 二十种境界的其中一个 或者是好的十种境界 任何一个 只要呢 我们分不清楚 它是不是正确的 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深入定心 就是 当这些境界出现的时候 通常都是我们的身心 已经有一定的安定状态的时候 那所以当碰到这些境界 就继续保持身心安定的状态 这样就好 不要因为 碰到这样子的境界 我们的心就起波动 就开始分别说 这个是对的吗 这个是不对的吗 接下来我要怎么办 那这样子我们的心 反而就起波动了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 继续保持身心 稳定安定的状态 那如果能够继续保持的话 我们所碰到的这个境界 它如果是正确的 这边讲的 就会弱势善跟定力余生 如果是正确的境界 那这个境界 它就会自己再慢慢地 继续地深入 那如果是不正确的境界 它自己慢慢地就会消失 所以这是第一个 定心研磨的方法 那第二个呢 本法修制 这个也很简单 是什么意思呢 同样的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不管碰到任何的境界 如果没办法判断的话 怎么办 本法修制的意思 就是继续用原来的方法 我们如果在打坐的时候 用的方法是这边讲的 不静观 然后碰到了任何的境界 继续用不静观 那我们比较常用的是 鼠息嘛 类似 所以就譬如说 当我们在鼠息的时候 输着输着 出现了一些 觉得好像身心 蛮安定的状况 可是我也不知道 这个状况 到底是不是真的安定了 怎么办 继续鼠息 能够数就继续数 对不对 那如果你真的数到 身心很安定的时候 你去找小参法师 小参法师 可能就可以跟你说 接下来可以再用什么方法 那不过这个 本法修制的重点就是 不管我们碰到什么境界 你本来再用什么方法 就继续用那个方法 那同样的 如果我们碰到这个境界 是正确的境界 那我们的这个境界 它就会慢慢地 自己再更深入 那如果是不正确的境界 它自己就会慢慢地消失 所以呢 应该有很多菩萨 有参加过禅期嘛 如果参加七天的禅修 在我们法谷山会 安排大家小参的机会 对不对 那很多菩萨呢 小参之后呢 都会说 好像我每次参加 不一样的禅期 小参法师给我的答案 都是一样的 我们就问说 那小参法师给你什么答案 回到方法 然后菩萨们就说 每次都给我一样的答案 都回到方法 那我都知道啦 那大家看到这边讲的 本法修制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回到方法 所以法师们不是随便说 也不是因为 想不到其他的方法 才这样子说 而是为什么呢 因为回到方法 这真的是一个 最基本 最安全的 我们在修行上 应该要具备的观念 不管碰到什么样的现象 继续用原来的方法 就对了 不要被那个现象带走 好 那再下一个 法艳之的项目 是智慧观察 那这个智慧观察呢 就是 更根本 更究竟的 直接观察什么 观察我们所碰到的 种种的禅境 不管它是好的 还是不好的 都是什么 都是因缘和合的 所以都是空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 分别执着 它是好的 或是不好的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 因为一切都是 唤起唤灭 因缘和合的现象 那甚至呢 我们自己在修行的 这个身心 是不是也是 因缘和合的 是啊 所以呢 我们没有 可以执着 境界的这个心 也没有 可以执着的境界 那还有什么 好 执着 它是正确 或是不正确的 所以如果用这个 智慧观察的话 就是更根本 更究竟的 直接 照见我 运皆空 那不过大家如果是 在修行 比较安定的状况 好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的心 还没有真的 所谓的跟智慧 相应的时候 比较建议的方法 是前面的两个 一个是定心眼磨 或是本法修止 原来在用什么方法 原来身心 在什么状态 就继续保持 那个状态 那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 如果我们 在用所谓 智慧观察 那我们的修行程度 还没有到真的 跟智慧相应的时候 通常我们起的 又变成了另外的 思考判断的心 那不过当然 这个智慧观察的 观念本身 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 有时候 我们在碰到一些境界 那个境界 可能比较强一点 我们告诉自己 要回到方法 要回到安定的心 可是心已经离开方法 已经离开安定的状态了 这个时候呢 稍微用佛法的观念 思考一下 告诉自己转念 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是 让大家知道一下 智慧观察 它有不同的层次 有可能是我们的心 它另外起了一个 思考的念头 也有可能是 我们的心 真的跟智慧相应 那在书里面 也很有趣 它把所谓的 定心研磨 本法修制 跟智慧观察 它比喻成什么 比喻说 当我们拿到了 一块金子 别人跟我们说 这是一块金子送给你 然后呢 我们不确定 这一块金子 是不是真的 那要怎么样来确定 这块金子 它是不是真金呢 就可以用一些方法 通常我们 在金酱 所谓贩卖金子的金酱 它要怎么样来确认 这个金子 是不是 真实的金 它有几个方法 所谓的磨 打烧 就是呢 把它磨一磨 把它敲一敲 或者把它烧一烧 那如果是真的金子 它在经历了磨 打烧之后 不但不会坏掉 反而会更光亮 那如果这不是正确的金子 可能经历了磨 打烧之后 它就坏了 那书里面就比喻 就很像我们这个过程 定心研磨 就是磨 本法修制就是打 那如果还分不清楚的话 就烧一烧 用智慧来观察 这是很有趣的比喻 那我们前面的 分别的 正确的禅境 不正确的禅境 然后也告诉我们 可以用一些 什么样的方法来分辨 那在这边 验之虚实的 第二个部分 讲到分别 是磨镜 或者不是磨镜 刚刚有讲到说 可能有一些状况是 鬼神来扰乱 对不对 那要怎么分辨呢 这边讲说 有几种情况 有一种呢 真的是鬼神来扰乱 那另外一种 其实跟鬼神没有关系 那如果是鬼神来扰乱的话 又分成两种 有一种 第一种呢 这边讲说 禅非是磨 磨入禅中 这是什么意思 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我们用的禅修的方法 是正确的 我们体验到的境界 也是正确的 没有问题 可是呢 这个时候 磨跑来捣蛋了 譬如说 什么状况呢 大家如果有看过 师父修行的过程 的话 师父有讲到说 他在高雄 闭关的时候 有碰到过一些状况 对不对 师父说 他都很认真的 用 很认真用功的 打坐啊 拜颤等等的 那他在 师父在打 打坐的时候 师父在 体验 禅的开示书里面 有讲到说 他碰过一些境界 有些法师部上 应该有听过 什么境界呢 打坐的时候 坐着坐着 非常的安定 突然听到窗户外面 刮大风 下大雨 哎呦 暴风雨要来了 那师父在 打坐新北 本来很安定 就想说什么 哎 暴风雨要来了 那我在外面 种的那些花草 可能会被打坏 赶快要把它收回来 所以呢 就赶快出顶 下座 如果一下座之后呢 站起来 发现什么 外面天气好的很 没有风 也没有雨 所以发生什么事了 师父说 上当了 这就类似这个状况 我们用的 彩球方法 是没有问题 可是呢 可能就会出现 一些境界 来扰乱我们 那师父还有讲到 另外一个状况 同样是做得很安定 突然呢 连续好几天 听到枪声 有人可能听过 这个故事 师父就想说 怎么可能 在这样子的山里面 有枪声 除非是有人来打猎 可是打猎 应该也不可能 而且呢 还听到 这个枪射出来的子弹 打破了师父房间的玻璃 师父说 师父就想说 如果子弹打破玻璃 那子弹一定就打在我身上 可是我没有被子弹打到 所以师父心里面 已经知道 这个是幻境 不是真正的境界 可是呢 师父就告诉自己说 我要把心安定下来 把心安定下来 可是发现什么 还是被影响了 所以这个就是师父讲到的 类似这样子的状态 用的残修方法是正确的 可是就会出现一些境界 来扰乱我们 那是魔像的第二个 魔作禅定 狂惑行者 那这个又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体验到的 那个残修境界 它本身就不是正确的 而且我们用的方法 可能也不正确 所以可能我们体验到了 一些现象 可是呢 这个是鬼神 所变现出来的现象 那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心 对这个现象 它起执着 狂惑行者嘛 譬如说什么呢 师父也有讲到 师父代禅修的经验 非常的丰富嘛 所以也碰过各种各样的状况 师父说 有些人呢 在念佛的时候 念念念念的 非常的安定 然后就来跟师父说 哇师父太好了 我快要去极乐世界了 师父说 你怎么知道 你要去极乐世界了 因为我现在 在念佛的时候 我已经不是坐在 普团上了 那你坐在什么上面 我坐在莲花台上面 师父说 哇这么厉害啊 我还没去极乐世界 你已经要先去了 然后师父就说 你坐在莲花台上面 你有看到那个莲花台吗 那个人说 有啊有看到莲花台 那可是别人都没有看到啊 然后这个人就说 可是我看到啊 所以它是真的 就是真的莲花台 很坚持 就是真的 师父就跟他说 只有你看到 别人没有看到 都是假的 这个人呢 被师父说的 一认一认的 觉得师父说的话 应该要听吧 可是呢 又不甘心 觉得我好不容易 念佛念到出现莲花台 什么师父跟我说 不是真的 所以回去之后 有点不甘心 可是又觉得 莲花台应该不是真的了 好 所以放下莲花台 莲花台不见之后 出现什么 出现很多小莲花 一朵一朵的 在它的肩膀上 一下子 左边肩膀开一朵 右边肩膀开一朵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叫做 魔作禅定 就是这个 境界本身 其实不是修行的正确境界 而是可能有时候是一些外力 它所变现出来的 那有时候其实不是外力 而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想象跟期待 那我们想象期待久了之后呢 刚刚前面有讲到吗 想象期待久了 有一个现象可能真的就是外力就来了 因为外力能够感受到你期待的这个心 那或者是 想象久了 想象久了 就自然会出现幻觉 所以可能有这两种状况 好 这个是视魔像的状况 我们后面会讲什么对峙 那如果不是魔像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是我们的累世 可能有一些罪障 有一些业障 那这些业障呢 就在我们修行的时候 显现出一些 不是正确的境界 那它其实不是魔境 好 那师傅在书里面有提醒我们说 当我们如果真的碰到外魔干扰的时候 其实外魔会干扰的是谁 已经修行 而且将要得力的人 所以如果我们的修行 还是乱七八糟的话 其实是碰不到魔的 不用太紧张 而且这边讲到说 如果我们心内无魔 其实外魔就没有办法下手 所以有提醒我们说 修行的人 不管有没有碰到魔境 或是正确的境界 不管是碰到任何的境界 如果就算魔境出现 我们也要抱持什么样的心态 不恐惧 不执着 不接受 不拒绝 不为所动 就是我们的心都保持中道 不惧 不着 不受 不惧 不为所动 那不管我们碰到任何的境界 就都能够克服它 那刚刚在讲到魔境的时候 有讲到 非魔相的状态 我们说可能是一些 我们的业障 所显现出来的现象 对不对 那书里面就有讲到说 如果是罪障与禪 看起来很像是魔境 可是其实不是真的魔境 分别不出来 分别不出来 那就可以先试试看 用前面所讲的一些 判别的方法 定心眼眸啊等等的 那如果用了那些方法之后 这些境界它还是不会消失 那就表示什么 表示很有可能是 我们的累世的罪障 这个时候就要怎么办 清修忏悔 那当我们忏悔的功夫 得利了之后呢 当我们能够赔福 能够忏悔 罪消除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修行 自然的就能够得利 所以我们在禅修 或是在修行任何法门的时候 其实我们圣言师父 也很强调忏悔法门 对不对 我们都说我们每个人 现在会还在轮回里面 都是带了很多过去的夜来的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忏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辅助的方法 那所以呢 天台中其实也很重视忏法 对不对 跟这个也很有关系 那如果不是正确的境界 还有另外一个状况 刚刚也有提到的 可能是方法 根本就没有用对 这边讲的 在进入到禅修状态的时候 方便不巧 导致境界不如法 方法用错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就把方法调整回来就好了 那可是我们要怎么知道 我们方法用错了 很多人在刚开始学的时候 或者是方法用到某一个状态 就不太确定 接下来要怎么用 也不太确定 我用的方法是用对还是用错 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我们就说 来参加禅修的时候 不要害怕小餐 对不对 要把握能够小餐的机会 核对自己的方法 是不是有用的正确 那方法用不正确 可能会出现什么现象 师傅也有举过例子 师傅说 他在美国 指导禅修的时候 也是教大家熟悉的方法 那有一个弟子呢 他用熟悉的方法 就用得很开心 然后呢 可是他方法用得怎么样 他自己发明了一个方法 就是他在用熟悉方法的时候 一直不断地吸气 气吸得非常的多 所以吸久了之后呢 他的身体就充满了 饱饱的气 对不对 所以就产生了一些现象 什么现象 他想要开门的时候 手还没有碰到门 门就自己打开了 为什么 因为气很多 所以门就自己弹开了 所以一开始 这个弟子还觉得很开心 我好像也修到一些 什么特异功能了 门不用开就自动开了 多好啊 可是呢 慢慢的他就吃到苦头了 为什么 因为所有碰到的东西都弹开 那这样要吃饭的时候怎么办 碗拿不起来 要上洗手间的时候怎么办 门关不起来 所以他就起烦恼啦 赶快去找师傅怎么办 那师傅就跟他说什么 不要一直吸气就好了 不要自己发明方法 所以方法用不正确的时候 就要把它调整回来 更做善巧方便 就可以锁正明镜 那在书里面 也有提醒我们说 虽然呢 我们讲了这种种分辨的方法 有时候还是不太容易 靠我们自己 就能够把它分别出来 所以修行 还是要怎么样 非常重要 要清净明师 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边的这个明师呢 大家也要把它看清楚 这个明 不是有明的明 而是什么 光明的明 所以这个老师 他不一定非常地有明气 不一定非常地有明 可是呢 这个明是什么意思 他明白佛法 明白修行 所谓碰到的种种的状况 跟境界 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修行的时候 要清净 能够信赖的道场 有正确正性的道场 还有正性的明师 这样子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碰到任何的过程 才能够安全地 一关一关地过 那这边师傅也有跟我们说 如果是具有正确之见的 缠者的话 在修行的过程中 唯一一件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依照明师 所指示的方法 继续不断地往前进 不管碰到任何的现象 唯一能做的就是怎么样 把它赶快地忘掉 就像火箭要升空的时候 是一节一节地 把它下面的部分 把它抛弃 然后可是呢 修行是到最后 火箭到最后 其实还有一个小太空舱 对不对 那可是我没修行的话 到最后是连那个太空舱 都要把它舍掉 舍到没有东西可以舍的时候 才是真正的 修行进入状况的时候 所以这边师傅有提醒我们说 修行的过程中 不管怎么样 都是要 赶快把任何境界忘掉 才是最安全 才是最安全最充实的 修行的境界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不管我们是进步或是退步 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只要我们的心有所着 就会发生什么状态 就会步步都是磨镜 事事都是磨镜 为什么 心一执着 正确的境界就变成了磨镜 只要我们一执着 它就不是正确的状态了 所以保持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修行的心态 是非常重要的 那再接下来呢 在明善更新的段落里面 还有一个部分 叫做料减发禅不定 后面看起来 好像又分成很多段来讲 总共有五段 虽然看起来很多段 可是其实它的重点 都是在讲什么呢 都是在讲说 我们修行的人 这个发禅的意思是什么 当我们用一些禅修的方法的时候 我们能够体验到的 境界的深浅 开发出来的禅修的状态 叫做发禅 那这个发禅不定 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 过去所种的善根不一样 现在所用的方法不一样 然后精进努力的程度 也不一样 所以现在这一辈子呢 在修行的过程中 能够开发出来的禅修的境界 能够得到禅修的体验 或者是相应到的智慧的程度 也是随每个人的 刚刚提到的 各种不同的状况 而千差万别 所以虽然下面 这边有几张PPT 可是讲的重点都一样 这边这张PPT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可能用的是 室修或者是礼修 或者用指门 或是关门 那不管用的是 室修 礼修 指门 关门 那我们能够相应到的 禅修的境界 都是刚刚前面讲的 能够相应到 什么样的境界呢 这张PPT里面就有讲 当我们在修 室向上的指门 或关门的时候 可能会相应到 什么境界 大家都觉得 室应该是对室嘛 我们修行的是 室向上的指门 对应到的就是 室向上的 禅修的境界 那这边讲的室跟礼 室前面也有解释过 它比较是在 所谓室向上的修行 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法 跟索远进 类似说 不禁观 熟悉观 等等 这个是比较是 室向上 那离体上的指观呢 就是我们直接去 相应到佛法的智慧 叫做离 这个是室跟离的不同 那刚刚说 那在修室向上的 指观的时候 能够开发出 什么境界呢 不一定 四种都有可能 然后下面依此类推 在离体上的指观法 会开发出什么境界呢 也是不一定 所以这四种的 室离 或者是室家离 或者是非是非理 它能够开发出的 离定境界跟智慧境界 都是四个层次 都有可能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怪怪的 就像书里面就提到说 如果修的是 事项上的指门的话 那应该发的是 事项中的离法 为什么能够发出 刚刚所说的 四种层次 为什么都可以发 我们 这个因跟果 是怎么样对因的 看起来种的是一个因 为什么可以得到 不同层次的果 书里面就有讲到说 离修境界的开发 有两种原因 跟这两种原因有关系 第一个原因呢 是我们现在的修行 现在我们是不是 有认真的修行 现前方便修得 我们现在这一辈子 有没有认真的修行 有没有精进的修行 方法有没有用的正确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 素式的善根 所以这个发禅 禅定的开发 跟这两个 非常的有关系 那所以下面有讲到说 如果你修的是 事项上的禅法 然后得到的是 事项上的禅修境界 就是事 对的是事的话 那多半是我们这一辈子 修行所得到的 单一的因 就是得到单一的果 我们种了这个因 就是得到这个 跟这个因相应的果 那可是呢 如果我们修的是 事项上的修行 可是开发出来的 可能是离体上的 或者甚至是 非事非离等等的话 那这个跟什么 比较有关系 就跟我们的素式的善根 是很有关系的 那这篇书里面 也有讲到 我们从上课 一直讲到现在 其实讲了非常多 的禅修的境界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听着头昏眼花 那书里面有提醒我们说 这个红色的这一段话 很重要 如果行者想要自行化它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 真正的了解 诸佛菩萨的境界 的禅修的境界 可是必须要少分试之 至少要稍微知道一下 我们真正在修行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 什么样的境界 那要怎么样来面对 怎么样来处理 所以必须少分试之 不然可能会有 自损损它的过失 这个部分是我们 在修行上要注意的 好 那接下来 我们稍微跳一下 因为这几张讲的 都跟前面的部分差不多 那这接下来呢 在书里面又有提到一个问题 刚刚有讲到说 我们在修行之后呢 能够开发出来的禅修的 境界的深浅 跟我们的速式的因缘很有关系 那在书里面就有讲到说 当我们的速式的因缘 已经开发完了之后 可能我们的禅修 会停在某一个阶段 不会进步 那书里面就有提到 这样子的问题说 我们修行的状态没有进步 真的是因为 我们的速式善根 已经被开发完了吗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这边有讲到说 有可能是我们的罪障 就是我们有一些业障 所以我们的修行 没办法进步 所以难道一定是 喜因已尽的这个原因吗 一定是我们的速式善根 已经被开发了吗 那在书里面就有讲到说 的确我们的业障 很有可能障碍我们修行进步 可是呢 速式的善根 已经开发完了 也是一个原因 那可是如果 我们的速式善根 已经被开发完了 所以禅修停留 在某一个境界的时候 要怎么办 这边洪志讲的 必须方便 依如官法修习 乃得成就 所以这一段的 他在讲 发产多少的重点是什么 一个是在跟我们说 发产的状态 有千差万别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提醒我们说 修行人要怎么样 不能够一直只依赖过去的善根 对不对 因为我们自己过去 种了多少善根 我们也不知道 那所以我们能够掌握的是什么 我们能够掌握的是现在 这一辈子 我们所能够种下的因 所以呢 不管我们过去 种了多少善根 那个已经是 没办法改变的事情 那重点是 我们现在的修行上 要好好的努力 所以不管我们的善根 发尽了没 只要我们现在 好好的努力 那我们修行就是有可能可以进步的 那这个是这一段的重点 好 那再接下来我们进入讲 恶根的部分 刚刚讲的是善根 那书里面也有提到说 我们修行的时候 有时候出现的不一定是善根 也有可能是恶根 那恶根发的现象是什么呢 书里面有讲到说 如果恶根性发的话 就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一些烦恼 罪障 所以虽然我们的心安定下来了 可是内外散法都没有出现 我刚刚前面的段落所讲的 内外散法都没有 出现的是什么 烦恼 那所以呢 接下来就来跟我们 我们就来介绍 恶根性 有哪一些 第一个先介绍烦恼的种类 如果恶根性发的话 我们刚刚在讲善根的时候 有讲到有些善根 不是真实的 对不对 就是那个善根 跟不是真实的善根 可能它的差别很维系 那可是如果是讲到 恶根的时候 它就是很明显的 是不正确的境界 很明显的是一些 会干扰我们修行的状态 那比如说 这边讲的第一个 烦恼 这边烦恼分成五类 绝观不善法 还有贪欲 称会鱼翅恶业 那菩萨们又会说 真正讲到烦恼 像我们的唯士法门 烦恼不是就分成 好多好多种吗 这边怎么只有五种 大家也知道说 如果我们讲到 最根本的烦恼 所谓的根本烦恼 可以只有三种 就是贪嗔痴三毒 对不对 那这边有把贪嗔痴 列出来 那绝观跟恶业 又特别列出来的原因呢 绝观是什么意思 它特别是 我们在禅修的时候 会干扰我们的散乱的心念 绝观 绝的意思就是比较粗的思考 观的意思就是比较细的思考 一般会觉得思考 它好像是中性的 没有什么问题 怎么会跟恶根是有关系呢 那可是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心一直是在思维 思考的状态的话 就表示我们的心是一直在攀缘的 那它其实也会障碍我们修行 那其实换句话说 这个绝观就是什么 散乱 我们的心一直很散乱 那如果是比较新的翻译 绝观这两个字是比较旧的翻译 后来通常都把绝观翻译成寻识 寻是寻找的 寻识就是伺机而动那个识 所以有些人可能在经典里面 看到的是寻识 其实跟绝观的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粗的思考和细的思考 那这个恶业不善法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可能过去有一些业障 有一些罪业 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些过去的罪业 所呈现到现在的一些相应的 不善的果 那这些果是会将来我们修行的 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刚刚讲的是烦恼二根性分成五类 那如果是二根性发 它发出来了 我们在禅修的时候 出现这些现象 那就是所谓的绝观发象 贪欲发象等等的 同样的这五类的烦恼 它发作出来 那发作出来是什么状态呢 在书里面呢 这五种烦恼 下面都相对应三个二根发象 所以总共是三乘五十五 跟刚刚的善根一样 总共有十五种不善根的发象 那以绝观来讲呢 就有三种的绝观不善根的发象 那这个绝观的二根发象 有哪几种 包括这三种 名利心中绝观 半明半昏绝观 还有昏尘心中绝观 那什么意思 刚刚讲绝观其实就是散乱嘛 那名利心就是什么 在修行的时候 心是清楚的 是清醒的 不是睡着的状态 清醒的状态 可是呢 念念攀缘不断 绝观攀缘不断 这个叫名利心中绝观 那半明半昏 应该就很清楚嘛 有时候醒来 有时候睡着 可是呢 醒来的时候 心就是什么状态 就是散乱的状态 睡着的时候呢 就不省人事了 那再第三个 昏尘心中绝观 这个也很厉害 修行的时候 是在昏尘的状态 可是在昏尘的时候 心还是散乱攀缘的 那这个大家觉得 会很难想象吗 其实应该不会嘛 我们常常 在睡着的时候 也常常都在做梦 做梦其实也是一种 心在绝观攀缘的状态 那这边讲说 当这几种 二根发的时候 有一些对峙的方法 包括属息 随息 关系 那为什么用呼吸的方法呢 我们说呼吸法 尤其是属息法 对峙 散乱 非常的有效 那所以呢 当我们的心 比较散乱的时候 不管我们是在哪一种状态 可能是醒来的 或者是昏沉的 我们通常现在都鼓励 大家还是以用 属息为主 那为什么呢 因为随息跟关系呢 它其实是 当我们的心 比较安定的时候 才比较能够用得上的方法 因为它的所缘境 比较没有那么的明确 属息的所缘境 就非常的明确 除了有我们的呼吸 还有数字 所以就很明确 所以当我们的心 还不是那么安定的时候 如果我们就想要用随息 或是关系 来对峙 我们前面讲到的 这些方法的话 有时候 效果不是那么的明显 可能我们的散乱 还是继续散乱 因为虽然我们随息 可是边随息 还是可以边打妄念 边关系 还是可以边昏沉 所以会鼓励大家 以我们现在的 修行的状态 多数人 还是以用熟悉 来对峙散乱为主 那在书里面呢 对这些境界 有一些说明 如果修行的人 过去的 种的善根不够 在修行的时候 种种的善法 都不会出现 反而会出现 绝观攀缘 念念不住 就是心不断地 在散乱的状态 这个大家应该 很熟悉 对不对 我们常常在修行的时候 尤其在禅修的时候 想要把心 好好的放在方法上 可是心就像是一只 不受控制的猴子 怎么样都拉不回来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在 名利心中 绝观发象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的心呢 攀缘的 攀缘的对象 也不一定 三读里面 不一定是攀缘哪一个 有时候我们的心 起的是贪心 有时候撑心 有时候是痴心 反正就是 心一直都在打妄念 所以呢 今年累月 不发足禅定 禅修 没有办法进步 因为心 一直都是在散乱的状态 那半明半昏呢 就讲到说 绝观烦恼 一样的是念念不住 只是呢 有时候我们是清醒 有时候是昏沉的状态 圣言师傅也有讲到嘛 有些人在禅修的时候 状态也很有趣 就是 醒来的时候呢 就是拼命打妄念 那因为打妄念 也蛮耗体力的 所以妄念打累了 接下来就昏沉 然后昏沉之后呢 又醒来 醒来 又继续打妄念 就陷入一种 轮回 循环的状态 是不是就 很类似这边讲的 就是半明半昏 不断地在半明半昏的 绝观状态下面 轮回 那刚刚讲的第三个 昏沉心中绝观 就是我们的心 大部分时候 都是在昏沉的状态 那这个昏沉 不一定是完全睡得 非常的熟 完全不行人事 可能只是有一点 迷迷糊糊的 那有时候的确是重昏沉 那可是 这边的重点是讲说 那我们在昏沉的时候 本来就没有办法 好好的用方法了 那如果用加上 绝观攀缘的心的话 那我们的心就离 修行更远了 那这是三种 绝观的不善根发相 那对峙的方法 原则上是以 属习的方法为主 那在二根性发的部分呢 也讲到 贪嗔痴三毒 那贪嗔痴三毒 发作的时候呢 每一个项目 又包含了三个项目 贪欲发的现象呢 包括了外贪欲 内外贪欲 还有变一切贪欲 那这个呢 其实 依照文字 就稍微可以了解说 它讲的内容 是要讲什么 这个外贪欲就是什么 我们的心攀缘 贪欲的对象是外境 所以它通常指的是 男女之间 就是我们贪欲 贪的是心外的对象 异性的对象 或者是不一定 现在有些可能是同性嘛 就是 它重点是说 外 对外 心外的对象的贪欲 那这个对峙的方法呢 就是用不静观 九想是不静观的一种 那内外贪欲呢 除了贪外在的对象 我们各位 应该也常常有 类似的状况 那个内贪是什么 觉得自己 蛮可爱的嘛 就也蛮喜欢自己的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状态 对不对 就是内外都贪 那如果严重一点 就变成自恋 就是喜欢自己 也喜欢别人 这个叫做内外贪欲 那这个对峙的方法呢 就要用背蛇 这个背蛇 就是比 九想的不静观的程度 还更强烈 更 应该说 对方法更强烈一点 这更强烈的方法是什么呢 它除了 九想观 它主要对峙的 一样是外在的 心外的境界 那背蛇的话 就是要观一切的 内外境界 都是不静的 甚至包括 我们修行的时候 出现的禅的境界 也都是不静的 为什么 因为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嘛 出现的禅修的境界 它一样 不管它是好的 还是不好的 都不是就静的 所以它也是不静的 那这个是背蛇 观法跟九想 不一样的地方 那便宜切出谈呢 就是这个谈欲 真的很厉害 就是除了 自己 谈别人 还谈所有的 一切的五成境界 但是五成境界 也都是我们一般人 很正常都会喜欢的嘛 譬如说什么 房子啊 车子啊 名牌啊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五成境界 所以这个就叫做 便宜切出谈 如果是便宜切出谈的话 就要用修什么方法 大不静观 当然就是比前两个 更厉害咯 程度又更强一点 大不静观 大不静观 观的呢 就是一切的色身 包括环境 都是不静的 那称慧发的现象 也很有趣 称慧发 这边分成三种 非理称 顺理称 争论称 这又是什么呢 大家通常只听过称慧 对不对 不知道称慧 还分成三种 这三种是怎么样来分 非理称 依照文字来判断 非理称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呢 不管别人做的事情 是不是合理的 可能别人做的事情 是对的 或者是不对的 可是呢 我们的心就是习惯了 跟称慧相应 所以这个人就是 很喜欢生气 不管他看到的现象 是合理的不合理的 反正不合他意的 就生气 这个就叫做非理称 可能别人做的事情 是对的 他心里面也生气 说有什么了不起啊 别人做的事情是错的 心里面也生气 怎么可以做错呢 不管别人做的是 对的或错的 通通都会生气 这个就叫做非理称 那这个非理称的对峙 就要用众生原词 众生原词的 也是慈悲观的一种方法 它主要的观的 敬对象就是要对众生 起慈悲心 对一些众生起慈悲心 那如果我们能够观照 对一切众生起慈悲心 成功的话 就能够对峙这个非理称的烦恼 那顺理称是什么呢 跟上面就相对 他起称心 生气的对象是什么 看到有人做错事的时候 所以是顺理的 合理的 看到有人做错事的时候 他生气 这个以我们一般的 世间的现象来讲 我们会觉得很正常 看到别人做错事 当然会生气 可是生气 它也是属于称心 如果是以修行来讲的话 就算看到别人做错事 我们需不需要生气 我们该反应的反应 然后我们该分享的 可以分享 那有人会说 如果是家里面 我们家小菩萨 小孩做错事 难道我不能生气 不能骂他吗 这样子他可能长大之后 就变成一个坏孩子 他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那当然呢 家里面 譬如说家里小孩做错事 可不可以教 可不可以看起来 好像是凶的样子 让小孩有一点害怕 直到以后不能做这件事 可以 可是心里面 需不需要起称心 其实不需要 就像师父说的 佛菩萨也会起什么像 所谓的怒目金刚像 对不对 可是佛菩萨在起怒目金刚像 在调教众生的时候 佛菩萨的心里面 有没有起称心 没有 所以呢 这个顺理称 也是需要对质的 虽然看起来是合理的起称心 可是其实我们不需要起称心 因为起称心 就会让我们的修行 没有办法进步 那所以 如果碰到顺理称的状态呢 对质的方法就是 法原词 那这个法原词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观照 我们的五蕴身心 都是不实在的 我们自己的身心 不是实在的 那外在的众生 也不是实在的 一切都是虚幻的 那还有什么正确不正确 需要来争论呢 所以这个是顺理称的 对质法 那争论称呢 也很有趣 什么叫争论称 有些人就是平常 你怎么样开他玩笑 都没有关系 甚至稍微欺负他 也没有关系 可是呢 如果你踩到他的地雷 就麻烦了 他就跟你翻脸 一定要跟你讲到 不是你 不是你对就是我错 反正一定要分出个高下 那如果呢 没有讲清楚 说明白 他可能从此就跟你绝交 这个就叫争论称 就是如果碰到某一些观点 是非常坚持的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坚持的点 那如果碰到你这个坚持的点 别人绝对不能够越雷池一步 如果越雷池一步 我就跟你没完没了 这个就叫争论称 那如果争论称要怎么样对质呢 用所谓的无原词的方法 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对质方法 都是一层一层 更近 更近一步的来对质 那这个无原词呢 它的修辞悲观的范围 就比法原词更广 而且呢 心是跟佛法的核心的精神 是更相应的 这个无原词呢 就是所谓的 观一切的万事万物 都是所谓的言语道断 心形除灭 所有能够诉诸语言文字的 都已经不是究竟的现象 那我们要争论的是什么 也不过就是语言文字的现象而已 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么执着 我们某些的意见 一定是正确的 有什么意见是绝对正确的吗 没有 我们说一切所有的意见 它都是相对的 所以这个争论称的部分 就可以用无原词的部分 来观照对质 那刚刚前面讲的 用贪 对质贪欲 用不静观 那可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不静观的方法 我们现在也不是这么常在用 尤其像是 酒饷啊 背蛇啊 如果真的是要按照酒饷的步骤 一个一个步骤去观想 其实是非常细密 而且有一点难度的修行方法 那大家就会说 那如果是我们真的起贪心了 要怎么样对质 我们说我们 不一定需要用到这么细密的 不静观的观法 可是我们可以有不静观的观念 当我们有不静观的观念的时候 我们起了贪欲的心 我们就会知道说 万事万物 它的本质是不静 都是沉住坏空 深住易灭 它有一天都会毁坏 所以我们不需要执着 不需要贪求 这个叫做我们保持 不静观的观念 我们有正确的不静观的观念 不一定需要 一个一个层次 这么细密的修行 可是当我们有这样子观念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对峙我们的贪欲烦恼 那称慧烦恼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很细地去分别 所谓的众生缘词 法缘词 无缘词 很多人会觉得 有一点难下手 不知道修行的着力点 要放在哪里 那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统合而言 对峙称慧就是什么 慈悲观 慈心观 当我们用慈悲观的时候 比较整体的慈悲观的观念 我们知道 应该要对一切的众生起慈悲心 那慢慢地所谓非理称 顺理称 真论称这些的现象跟烦恼 它也会慢慢地淡化 那这边也有讲到 当鱼痴发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姻缘观来对峙 那这边的鱼痴有讲到三类 所谓的断肠有无视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的鱼痴不是什么 不是说这个人笨笨呆呆的 而是他执着一些不正确的观念 这个不正确的观念 可能是断见 常见 有见 无见 那就可以用观十二姻缘的方法来对峙 我们这个观十二姻缘又分成 观三世果报一念十二姻缘 其实都非常地有趣 为什么观这些十二姻缘 可以对峙前面的这一些症状呢 譬如说 如果这个人他是 执着断见或是常见的话 三世十二姻缘他讲的是什么 讲十二姻缘的锁链 它是环环相扣 对不对 一个接一个 无名接行 然后行 无名行事 名色他一个一个排下来 所以他是一个接一个 所以他是不是断 不是断 可是呢 他会不会停在十二姻缘的某一个姻缘 就不前进了 譬如说无名 他就永远都是无名 无名他就不会动 不会 因为十二姻缘他是 一直不断地巡回下去的 除非我们用修行来 来打断这个十二姻缘的轮回 对不对 那如果用修行打断的话 当然十二姻缘本身也就没有了嘛 可是如果没有 打断了之后 三世十二姻缘它是什么 它是断吗 它不是断 因为它是一个接一个 那它是长吗 也不是 因为无名它会再接下去接下一个 接行接事 所以用三世十二姻缘关 它就可以破这个断肠键 很有趣 我们说书里面的论证 其实真的蛮有意思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原文的论证 那果报 果报十二姻缘 还有一念十二姻缘 也是类似的概念 那在书里面又有讲到说 跟刚刚提到的一个问题 说因缘法 好像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方法 跟所谓的属习观 不敬观 逼起来 好像因缘观 还是一个更难的方法 那愚痴的人教他观因缘 他能够了解吗 那刚刚讲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讲到的 佛法里面讲的 贪嗔痴的这个吃烦恼 他不是说这个人的智力不足 不是说这个人 笨笨呆呆呆的像牛羊一样 这个人可能怎么样 可能很聪明 所谓的聪明立根 可是因为他太聪明了 所以他会自己发展出一套思想 发展出一套哲学 一套逻辑 然后他觉得这个逻辑 这个哲学是正确的 就觉得佛法讲的 因缘观 因果观 佛法讲的 缘起性空观 是不正确的 他就执着 刚刚所讲的 断肠 或者是有无 或者是济世性 所谓济世性 就是觉得 是世界的万事万物 它不是空的 分析到最后 还有一个围城的存在 有一个围城 才开发出 种种的事件的现象 这都是一种 知见上 不正确的执着 这个人可能很聪明 可是呢 这种状态 就叫做愚痴 因为他理解的 不是正确的佛法 所以大家应该有听过 所谓的八难三图嘛 我们学佛的人 如果碰到八难 有八难的现象 可能就没有办法学佛 所谓的 他可能身在边地啊 或者是 等种种的现象 那八难里面 有一个就是什么 世智变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所以呢 很聪明 太过聪明 也是八难的一种 因为聪明 反悲聪明 他会依据自己的想法观念 去推论出一套逻辑 然后而说 佛法讲的东西 是不正确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大家也可以 留意一下 我们佛法讲的愚痴 不是支离不足的愚痴 而是我们执着 不正确的观念 就叫做愚痴 那二根性的第五项 我刚刚讲到 二业法的现象 就是我们过去呢 如果造了一些不善业 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境界 让我们的修行 起了一些障碍 没有办法进步 所以呢 这边举了三个例子 比如说 昏沉暗闭 或是恶念思维 或是境界逼迫 这什么意思呢 昏沉应该很明显嘛 就是在禅修的时候 没有办法保持清醒 用方法一直昏沉 昏沉就会让我们的心暗闭 没有办法用方法 我们的就没办法增长智慧 那恶念思维呢 就是在禅修的时候 心里面一直起种种的恶念 不只是起妄念 这个妄念都是跟恶业相应的 甚至呢 会有想要去造一些恶业的冲动 这个就叫做恶业思维相 那境界逼迫呢 就是在禅修的时候 可能出现一些身心障碍的状况 可能身体不舒服啊 非常的痛啊 一打坐就 就全身都不对劲啊 或者是心理上有一些障碍 又没办法突破 一打坐就害怕啊等等的 或者是可能在打坐的时候 真的出现一些现象 真的看到一些现象出现 可能是一些幻觉 那这个幻觉可能是看到 猛兽来了 野兽来了 或者是看到一些很恐怖的现象 就不敢打坐 这个都叫做恶业发象 那要怎么样来对峙呢 我这边讲说 如果是昏尘暗闭障的话 我们应该要念佛三十二相的 其中一相 因为念佛的庄严的相 可以让我们的心比较光明 能够破对峙昏尘 而且能够让我们消罪障 那如果是对峙恶念思维的话呢 就是念佛的功德 佛的功德呢 包括实力啊四五所谓十八不共法等等的 那同样的 念佛的功德 也是能够让我们的心产生光明 而且能够消业障 那我们的心就是会跟善念相应的 它就可以对峙恶念 跟恶念是相对的 那这个念法佛的意思呢 是观法身佛 法身佛是什么 因为佛它的法身应该是什么 平等无碍 法法平等 不生不灭 所以呢 一切现象都是不生不灭的 那还有什么境界来逼迫我们 那可是同样的 我们说观想念佛的方法 在我们现在一般人来用 比较不是这么的容易 因为它需要 特别的起一个心念 来观想一个特别的境界 那我们一般人在用的时候呢 有时候也会分不清楚 这个是正确的观想呢 还是是我的妄念 所以呢 我们现在如果碰到这些现象 可以怎么样对峙 一样用念佛的方法 可是呢 可以用我们比较熟悉的 持名念佛的方法 我们说 佛陀所教的六念法 能够对峙我们的害怕的心 念佛 念法 念僧 等等的六念法 那念佛是其中的一项 当我们用持名念佛的方法 虽然不是真正的去观想佛的功德 可是当我们持了佛菩萨的名号 佛菩萨的名号本身 就包含了佛菩萨的功德 所以以我们现代人来用的话 可以用持名念佛的方法来对峙 这些现象 好 书里面有讲到说 列出来的所谓五种不善法 刚刚讲到的 绝观 贪嗔痴 还有恶业不善法 它其实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什么 三丈 我们常常在回向文的时候会念说 怨消三丈诛烦恼 对不对 三丈是什么呢 就是业障 暴障 烦恼障 那怎么分呢 烦恼障就是什么 贪嗔痴三毒 就是烦恼嘛 我们说根本烦恼 那绝观是什么 我们说心里面散乱的状态嘛 散乱的状态为什么是属于暴障 因为它是我们过去世所带来的夜暴生 这辈子所呈现出来的果 我们的身心状态 是我们这辈子所承受的 过去种种的夜所累积 可能是善业 可能是恶业 那到这辈子所累积出来的 我们这辈子的身心状态 就是我们的暴 我们的正暴生 那这个暴 它如果产生障碍的话 就叫做暴障 好 那刚刚讲到的恶业发的现象呢 当然就很明显的是业障 所以这个恶根性的部分呢 把它在做分类 它其实就是这三种障碍 夜障 暴障 烦恼障 那我们碰到这些恶根发的时候 要怎么样来对峙 刚刚前面已经讲了 直接对峙的方法 对不对 大家看到这个表格 有没有觉得眼睛又花了 其实如果把它一项一项 稍微来说明一下 是还蛮容易懂的 刚刚讲到的 比如说当我们贪心起来的时候 用不静观来对峙 这个就是很直接的 对峙那一个烦恼 这是表格的第一项 叫做对峙制 前面已经讲了 那转治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用生病来理解的话 就会比较容易懂 就是我们的病况 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状况 对不对 有些人病得比较严重 有些人病得比较轻 有些人病得比较复杂 所以有时候呢 对峙要治疗这个病的药方 或是治疗的方法 就不一定只有一种 那转治的意思呢 譬如说病转 法医转的意思是什么 譬如说我们的贪烦恼 比较重嘛 所以呢一开始 我们用不静观 来对峙我们的贪烦恼 然后接着呢 我们的贪烦恼 就比较减弱了 可是呢 因为又不静观 可能起了一些副作用 什么副作用 我们说真的用不静观 可能会需要去观 尸体腐烂的过程 或者是观自己的身体 在往生了之后 一样是腐烂的过程 那可能会让修行人 心里面起什么心 起恐惧心 那或者是在佛陀的时代 甚至有一些出家人 在修了不静观之后 就觉得自己的身体 真是太肮脏了 就觉得啊 干脆自我了断好了 就自杀 所以它就起了一些副作用 对不对 所以呢病转法易转 就是当我们的贪烦恼 比较减轻了 我们可以换一个方法 继续的来让我们的修行 能够深入 这个叫做法转 病转法易转 那病不转法转是什么呢 同样的可能在修行 在对峙我们的贪烦恼的时候 用不静观的方法 用了很久 贪烦恼还是没有被调整 就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方法 可能不适合来对峙我们的贪烦恼 这个药方不对 药方没有起作用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转变方法 所以叫做病不转法转 那后面又有不同的分类 所谓转心不转静啊等等的 大概看这个字面 大家可以稍微推敲一下 就可以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 那不转制的意思呢 就是 不管病况有没有转变 可是呢方法都不变 那当然这个就要看修行人的根器咯 就是刚刚讲到的 譬如说他的贪烦恼 没有减少 可是呢 他的老师可能觉得 他还是要继续用这个方法 因为他可能是这个方法用的不够熟练 可能再够更熟练一点 他的病况就可以调整了 所以病不转 可是呢方法还是不转 那不转制的第二个 可能病况转了 可是呢 还是让他继续用同样的方法 那同样的例子嘛 修不静观 他的贪烦恼减少了 可是呢 继续让他用不静观 为什么 因为他修不静观 不会产生不好的副作用 而且不静观继续用下去 可能可以让他开发出比较深的 禅修的境界 甚至可以让他跟智慧相应 那这个就是病转 观不转 继续用原来的方法 那所谓的监制 监不转制 当然就是呢 他的烦恼可能很多 所以用单一的方法 没有办法来对峙 可能就要同时 要用很多的方法 才能够对峙他的烦恼 好 那最下面这一个 非对 非转 非监制 当然就是最重要的 我们修行最重要的佛法的正见 般若正观 那这个般若正观呢 他为什么叫做 非对 非转 非监制呢 等一下后面会讲到 好 那这篇书里面就提出来一个问题了 我刚刚讲的 讲说 譬如说这个修行人 他本来对峙的是用 不静观来对峙他的贪烦恼 那可是呢 因为起了一些副作用 所以呢 就不继续用不静观 可能就用别的方法 来对峙他的贪烦恼 所以可能就叫他修 慈心观 那书里面就问到说 可是 贪欲比较重的人 本来就是比较贪求外境 那现在呢 又叫他修慈心观 又是对外境起慈悲心 那这样子 他对外境的贪求 会不会更严重 书里面的问题是这样 那我们看 智者大师怎么回答 回答说呢 菩萨界里面有讲说什么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所以呢 当我们对众生 发起慈悲心的时候 应该是要怎么样 要关照一切男女 应该都是我们的父母 兄弟姐妹 那自然我们就不会 对他们起贪心 我们起的会是什么 清净的慈悲心 因为如果我们起贪心的话 它是慈悲嘛 贪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希望占有 希望占为己有 我们是起执着的心 黏着的心 那这个执着心 黏着的心 对对方有帮助吗 没有帮助 所以呢 并不是真正的对对方慈悲 所谓的词叫做给予快乐嘛 这边有讲 慈敏娱乐 慈是娱乐 悲是拔苦 可是贪跟慈悲是不相应的 所以呢 用 贪欲比较重的人 他如果有时候用 不敬观 没有办法对峙的话 用慈悲观也是可以的 可是他要建立正确的 慈悲观的观念 这个是在书里面有讲到的 那最后呢 再讲到恶根性的部分 有做一个总结 把所谓的 我们前面讲到的 善恶根性 还有种种对峙的方法 跟四溪谈来做对应 也很厉害 智者大师都会做这样子的分类 那要怎么样来对应呢 所谓的世界溪谈 就是种种的世间相 世间相就是什么 刚刚前面所讲到的 种种的善的境界 还有不善的境界 因为都是现象 所以它叫做世界溪谈 那对峙溪谈呢 就是前面讲到的 种种的直接对峙的方法 包括修不敬观来对峙贪欲 修慈悲观来对峙称心 等等的 这个叫对峙溪谈 那为人溪谈呢 刚刚有讲到 种种的转治不转治 兼治等等的 那就是看每个人 在修行的过程中 碰到不同的状况 来给他的方法 做适当的调节 所以叫做为人溪谈 针对每个人 不同的状况来做调整 那第一溪谈呢 就是刚刚讲到的 非对非转非兼治 也就是般若正观 能够治一切病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 最后一个对峙呢 其实反而是 最重要的对峙 可是呢 当我们一开始 在修行的时候 可能没有办法 一下子就用上 这么究竟的方法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 先用一些 事项上的法门的对峙 来先让我们的心 比较清静了 比较安定了之后 再来跟所谓的 佛法的智慧 来做相应 可是虽然没办法 一开始就用上 第一溪谈的方法 可是这个 正确的支箭 一定要建立起来 这样子我们修行的方向 才会是正确的 书里面就有讲到说 这个般若正观 它就譬如说是什么 就像是 我们世界上 有很多不同的药 每种药都可以治 特别的病 可是通常一种药 它只能治一种病 可是呢 有一种药 叫做阿杰陀药 这个阿杰陀药 它能够治一切的病 阿杰陀药 它是梵文翻译过来的 阿杰陀的意思呢 就是长生不死的意思 所以它又批育成仙药 能够治所有的病 所以就像 大品波罗经里面讲的 如果想要学一切善法的话 应该要学波罗法门 因为学了波罗法门 它是最究竟 最根本的 能够治我们所有的 一切的病 好 那我们前面善根 恶根都讲完了 也讲了对治的方法 那在内方便的部分呢 接下来讲到安心禅门 那这个安心禅门的 五个分类 其实在前面讲到 指门的方法的时候 也有大概的讲到 那它的重点是什么呢 同样的是根据 我们每个人的需求的不同 给予他适合的方法 让他能够安心 就叫做安心禅门 所以像第一个 随便移 就是根据他的 素式的善根 根据他的根器 给予他适合的方法 给予他最方便事宜的方法 随便移 所以对治成就呢 就是像刚刚前面讲到的 它可能某个烦恼比较重 然后你就先给他一个 对治那个烦恼的方法 那那个方法 譬如说慈悲观 然后他用了之后呢 能够对治那个方法 能够对治那个烦恼 而且这个方法 还可以继续地深入 用下去 用到他能够成就 就要对治成就 一开始是对治的方法 可是慢慢地用下去 能够让他一直用到成就 然后呢 随乐欲 就是给他喜欢的方法 当然这个喜欢的方法 也要跟他的根器相应 随次第呢 就是按照佛法所说的 禅修的次第 一个一个次第的 往上给他方法 随第一意呢 当然也是最重要的 刚刚所讲到的 般若正观 就是不管我们所用的是 哪一个方法 最后一定都要回到第一意 那有些人 他可能善根比较深厚 一开始用第一意的方法 就可以直接地相应到 那当然就是善根深厚的人 可以一开始就给他 第一意观 所谓佛陀时候的 善来比丘啊等等的 都是用这个随第一意的方法 那在内方便呢 第四个段落 讲到治病方法 大家看到治病 都觉得很有兴趣 对不对 为什么要讲治病方法呢 因为在禅修的时候 有时候是我们的 方法不正确 或者是心态不正确 可能会产生一些禅病 那或者有些呢 看起来像是生病的状况 其实是我们本来 身体就有一些状况 自己本身的一些病症 在修行的时候 发作出来 那譬如说有哪些病呢 在书里面讲到 这些分类 可能是有四大振动的病 或者是五脏的病 或者是五根的病 四大振动 就是我们的四大不调嘛 地水火风 我们都知道 这四个元素 太多太少都不行 它要调节的刚刚好 譬如说如果像地大 太多太少 可能就会出现身体 涌肿啊 沉重啊 等等的状况 那水大不调 可能就会什么 痰多 或者是吃的东西 不消化等等的 那地水火风 不调 各自可能会有 各自出现的病状 这个在书里面 也有讲 也很有意思 跟我们传统 中医的一些讲法 是有一些相关联的 那这个病呢 也可能是五脏中生出来的 或者是五根 五根呢 就是直接在 跟五根相连的病状 譬如说 眼睛视力模糊 看不清楚 耳朵听不清楚 这个就是五根的病 那会有这些病 可能是哪些原因呢 这边有列出来 可能就是四大争损嘛 这个是最根本的 可能是四大不调等等的 那也有可能是 鬼神带来的 刚刚讲到的 鬼神来扰乱 对不对 那有可能是夜暴 那这种种不同的状况 我们要怎么来对治 这边有讲治病的方法 很有趣 可是呢 有些方法 其实以我们现代的人来讲 是不太容易用得上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了解一下 有哪些方法呢 这边讲到有 气息治病 假想治病 咒术治病 用心治病 还有关系治病 那气息治病呢 也蛮特别的 在小指观里面也有讲到 就是呢 有一些 智者大师有列出一些字 那我们在发音 发音这些 把这些字发音发出来的时候 它就能够对应到我们身体不同的部位 就是等于用一种 有点类似呼吸法 可是因为我们的嘴型不同 所以在我们吐气的时候 它就会运用到我们身体不同的部位 那如果用对了这个口型 对应到了相对应的部位 可能就可以调整我们身体的一些状况 那可是这个气息治病 现在比较不容易用得上 为什么 因为古代的字跟现代的字 发音已经不一样了 那另外呢 这个气息治病的方法 听说在智者大师那个时代 应该是蛮流行的 可是后来慢慢的 就比较没有人在用这个方法了 所以现在对于这个气息治病的原理 或者是它该怎么样能够正确的使用 大家比较不了解 所以这个气息治病比较用不上 那假想治病还有后面的几个 我们接下来会讲 假想治病用不用得上呢 假想就是观想的意思 那智者大师怎么说的 惊人神根忌顿 做此观想多不成就 所以呢 虽然有假想观 可是呢 通常用不用得上 连智者大师那个时候都说用不上 何况是我们这个时候 而且如果用错的话 不但治病治不好 可能还会更严重 所以这个我们就放弃啊 好 那所谓的咒术治病 等一下会讲到 有一些状况可以用 那用心治病呢 它主要的原理是什么 书里面有讲到 因为心是我们果报生的主人 心是一切是主嘛 其实所谓的心就是我们的意识 因为心是主人 所以当我们把心安在某些 重要的部位的时候 它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一些 身心的状况 那比较用得上的 这边有列出来 我们可以把心放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项是用心住忧陀那 也就是丹田 大家都大概知道丹田的位置嘛 或者是安心足下 这个在前面指门的方法 也有大概提到 它的原理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的心是放在身体 比较下半部的部位 那通常我们的心往下的时候呢 我们的重心往下沉 通常我们的气也比较是往下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整个人 它会呈现比较稳定 比较沉稳的状态 可是这些方法 有没有办法 所有的病都可以靠这个方法治 当然没办法 可是呢 如果我们的心常常是安住在身体 比较下半的部位的话 有一些小毛病 可能一些轻微的头痛啊 轻微的肚子痛啊等等的 可能这样子就可以调整过来了 就不一定需要 吃药啊 看医生等等的 可是当然这边最重要的观念还是什么 如果真的生病了还是要怎样 当然还是要看医生 那这个所谓用心治病的方法 它可以当作是一个搭配 那当然我们平常 日常生活中在走路啊 行住坐卧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留意到 让我们的重心是比较往下的话 对我们整个身心安定的调整 是蛮有帮助的 那关系治病呢 分成这几种 第一个呢 同样的用智慧来关照 关照说我们的身心 本来就是因缘合合而成的 五蕴身心 所以我们的身心是空的 如果身心是空的话 那还有病的存在吗 大家说这只是观念而已啊 我就算告诉我自己说 病不存在 它还是存在啊 那当然这个真正的用智慧来关照 它能够用得上的话 它真的可能可以发挥作用 譬如说像 有跟大家提到 譬如说智者大师的老师 惠斯禅师 他因为修行非常的好 修行功夫非常的好 然后而且有非常多的途中 所以在当时受到一些人的嫉妒 就被下毒 对不对 可是呢 因为他修行非常的好 所以就算他吃进去了 被下毒的东西 对他的身体也没有影响 这个就是为什么 因为这修行人 他的观空的程度 已经到了非常的深入 所以他真的实际的经验到 他的身心还有一切的外境 都是空性 所以为什么有些修行人可以什么很厉害 好像什么百毒不清啊什么 就是这个关系 他真正体验到空性的智慧 然后这个空性智慧 真正跟他身心相应 合而为一的 那就可能可以成功 可是我们一般人也没办法成功 通常都是没办法 所以这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可是我们可以有这个观念 知道说身体也是空 病也是空 那就算我们的病还存在 就像圣言师父的生病的时候 虽然圣言师父 他还是必须要体验到身体的病 可是呢 师父他的心苦不苦 心不苦 为什么 因为师父的心是跟空性相应的 是跟圆起性空的佛法相应的 所以虽然身体在 身体 师父说他的身体也会痛 可是他的心不会苦 那这个就是运用佛法智慧的观念 来帮助我们调整 当我们的身心在生病的时候 是可以调整过来的 好 那关系致病的第二项呢 如果说这个病是鬼神引起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一些持咒的方法来辅助 这个师父也有提到过 那关照的方法呢 尤其是关空的方法 对鬼神引起的病也非常的有帮助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一些鬼神干扰的状况 我们如果关空 或者是师父常常都说 我们最好是可以送心经或是金刚经 如果碰到鬼神干扰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心经跟金刚经里面一直讲什么 照见五蕴皆空啊 一切都是空啊 全部都是无相啊 无所有啊 那鬼神听到说 哦 都是空 都是无相 都无所有 他可能就会放下他心里的执着 而且呢 他可能听到金刚经跟心经的经文 心里面也有所领悟 而且我们说鬼神 他在鬼神道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心念是非常敏锐的 其实在那个时候 跟他们讲经说法 有很大的可能 他们的体会 能够比我们还更深刻 所以如果是碰到鬼神啊 或者是外力的一些干扰 有时候可以用持咒 或是关空的方法来对治 那如果是业障病的话 怎么办呢 就要修复 陪伏 忏悔 刚才前面有讲到嘛 如果是业障的状况的话 那忏悔的法门的搭配 还有陪伏的方法 的辅助 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都说呢 修行其实是需要很多环节 结合在一起 环环相扣 我们的修行才有可能真正的进步 所以就算是喜欢产修的人 他需不需要修忏悔的方法 需要 喜欢产修的人 他需不需要当义工赔福 需不需要为大众奉献 也需要 因为我们 有任何人 是没有业障的嘛 没有 我们每个人只要 还在三界里面轮回 一定都有所谓的业障 所谓的业病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修复 需要忏悔 那当我们修复忏悔 到了一个程度呢 就能够发现 我们的身心 能够越来的 越来的越清静 也越来越能够跟修行相应 内方便的最后一个项目呢 在帮我们分别模式 那这边讲到 分别魔法不同啊 模式发现 还有破魔法等等的 那在我们刚刚前面 讲到善根的时候 讲到魔镜 已经稍微的有提到 所以呢 我们这边 稍微往后一下 我们直接看到书里面 教我们怎么样的来对峙 当我们碰到魔镜的时候 要怎么样的来对峙 这边有讲到三个方法 其实刚刚前面也有提到 刚刚前面讲的重点呢 是说 当我们真的碰到一些魔镜的时候 是不是 那个现象 是不是一定是我们讨厌的现象 有时候不一定 虽然有时候我们真的可能碰到 那个鬼神 它是呈现 我们很害怕的状况 或者是真的是恐怖的鬼神状况 可是大部分 不是 有时候反而是我们很喜欢的境界 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样来对峙 三个方法 表格的第一个 了之所见闻觉知皆无所有 就是什么 所有的外境都是空性都无所有 所以我们的心就能够不受不拙 不分别 那它自然就会消失 那第二个呢 外境无所有 下一个 见闻觉知的心也是什么 不见深处 我们的心也是 因缘和合 也是空的 所以能够做这样子的观照的话 同样的鬼神 它自己就会消失 那第三个呢 也是更根本的 当我们的修行更进一步的时候 就能够体验到什么 其实 生死即涅槃 烦恼即菩提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 魔界跟佛界 它也都是什么 也都是因缘和合的现象 所以我们就可以 魔界无所舍 佛界无所取 这个在 知见上的理解 当然是更深一步 可是在实见上 其实跟前面两个都是一样的 重点就是什么 把握我们的这个心 它是要 不取不舍的忠道 常常都维持正确的知见 维持 明确的知道说 不管我碰到什么现象 都要怎么样 都要不取不舍 回到方法 就没有问题 这个是碰到 种种的魔境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知的方法 那在禅波罗蜜呢 第七章的部分 就开始讲 种种的禅修 修正的境界 那这个修正的境界呢 在书里面讲得非常的细 所以它占的篇幅其实还蛮多的 几乎整个半本书都在讲禅修的境界 那这个禅修的部分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自己到书里面去对照 智者大师讲得非常的详细 所以从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智者大师他本身 也是都经历过这些修行的过程 所以才能够把它讲得这么的细密 那跟我们现在的修行 比较有关系的 大家比较可以去对照的 比如说像 四无量星六妙门 那刚刚有提到的 欲界定 未到地定 在讲四禅的部分 还没有进入初禅的时候 智者大师对于欲界定 还有未到地定的 种种的禅境的状态 也讲得非常的仔细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 想要了解说 如果我们的身心是跟欲界定 未到地定相应的状态是怎么样 就可以去看 解释四禅前面的部分 今天讲课的速度比较快一点 因为今天第四堂课 我们要做一个总结 在我们这四堂课里面 这四禅波罗蜜整本书 总共分成十大章 我们介绍到了第六章 那第七章修正的部分 大家有兴趣 可以在自己去了解一下 那在第六章的部分 我们有介绍了外方便 还有内方便 第七章可以看到 它的篇幅有这么的多 每一个禅项 智者大师解释的 都非常的仔细 那虽然这里面 很多的修行方法 跟我们现在的修行 好像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都有说 我们修行不一定要入身定 所以这些传统 印度禅的次第禅法 我们不一定需要 这样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的修行 可是呢 我们也有提到说 我们每个人的 善跟福的因缘 都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虽然我们可能用的是 同样的方法 同样用的是属习官 可是每个人 开发出来的禅修的境界 可能不太一样 说不定我们从前 曾经修过某些方法 所以呢我们开发出来的 禅修的境界 可能跟某些次第禅境的境界 是很类似的 所以我们如果 愿意花一些时间 去了解的话 对我们的修行 会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们最后呢 再用师父的一些话 来帮我们做总结 这一段 在第一堂课有提到 禅法次第的重要性 虽然我们说 所谓的禅宗 是不落次第的法门 可是师父有提醒我们说 以一般人来讲 我们的修行 如果没有禅定的基础 也是没有办法达到 中国禅所提振的物件 所以这个观念我们要有 那师父又提醒我们说 可是呢 我们有了基础 有了基本的禅修的体验之后 不要贪着禅定的极尽妙乐 我们最后才能够出离 提升到智慧的领域 那我们有说到 师父帮我们所做的禅修分类 是所谓的散乱心 集中心 统一心 无心 师父在这里有讲到说 定的经验有高有低 有四禅八定之分 可是它都属于统一心的范围 所以这个统一心 有深有浅 浅的呢 可能是欲界定 未到地定 或者是更浅面 那深的呢 可能就到四禅八定上面去了 那我们也要知道说 就算我们修行修到了统一心 我们有没有实际的开悟见性 其实还没有 可是师父有讲到说 如果有统一心的经验 总是好的 至少我们跟身心外的事物 比较是统一合一的状态 就不会常常好像跟周遭的人 起冲突啊 起很多的烦恼等等的 可是呢 如果我们修到了统一心之后 更重要的还是要用 佛法的正知见来引导我们 我们就可以超越 所谓的世间定 而得到解脱 所以正确的知见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我们在介绍 世禅波罗蜜里面的时候 也有不断强调的般若正观 虽然禅修的方法是这么多 这么多种 禅修的层次 禅修的境界 有这么多不同的层次 可是最重要的一定是 我们要跟佛法的正见相应 所以最后这一段也讲到呢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 一定要有佛法的知见来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得到统一心的经验之后呢 接着我们就可以听佛法的开示 或者是用话头公案的方法 来深仪请破仪团 或是用末照的方法 那就有尽兴的可能 所以最后呢 这边就是帮大家 把我们禅宗的修行方法 跟我们传统禅修的方法 来做一些连结 那在这四堂课里面呢 相信大家对于天台的直观法门 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 那未来大家如果有兴趣 想要再看天台智者大师的 一些其他的著作可能也比较了解 智者大师在修行上强调的重点 在直观上强调的重点 还有智者大师他在论证上的一些逻辑 那大家如果对天台法门有兴趣的话 法谷讲堂也有一些历史课程可以参考 比如说国开法师有讲教官刚中 那长期法师有讲小直观的方法 大长法师有讲天台学的解脱之道 陈英善老师也有为我们介绍天台的教官 所以大家如果对天台的法门有兴趣 或者是对天台的直观想要进一步了解 对我们的整体修行 或是对我们的禅修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们这四堂的 试探布罗蜜次第法门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聆听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